8月16日的下午 三张来自微信朋友圈的截图 开始在日本华人圈子里流传 一个生活在东京的华人 在得知自己确诊了新冠之后 不去医院接受治疗 也不进行自我的隔离 反而是频繁的外出喝酒 逛超市乘坐地铁等 不仅如此 他还把自己主动散播病毒的行为 在一个400多人的微信群里炫耀 并将自己标榜为抗日小能手 随后这些截图又被翻译成了日文 进一步掀起了日本全社会的渲染大波 几乎每个群每个推特都在转发 甚至登上了日本的新闻 你真是个脑残中的战斗机 嚣张狂妄不要脸 我想说的是 无论如何仇视日本军国主义 都不应该做出故意破坏 公共卫生安全的行径 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重罪 如果放到金太阳的国家 赐你个暴决都算是减刑吧 可是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 善良的人永远难以估量到脑残区的底线 这个畜生不仅没有在第一时间表出悔改之一 而反而对这条传播消息的女性同胞 采取了人身威胁 爱国成了脑残区干蠢事坏事的遮羞部了 别干了什么缺德事都往爱国两字上扯行吗 爱国群众不是这样的好吗 日本军国主义清华历史不容抹杀 但这并不能作为你不干人事的理由 不要以为他的叫嚣是因为有什么底气 其实在本质上是输不起 死不认错 不敢面对现实的弱者心态 终日之间在键盘侠层面的骂战并不稀奇 但是在中国民众为了抗议 不计代价 严防死守 为世界防疫尽量做最大努力之计 这头处人却在打着爱国的旗号 用中国人的名义四处放毒 这就不叫爱国 而是与现代文明背影 在祖国的脸上抹黑 给海外华人拉仇恨 试想一下 如果有一个外国人 在中国的大城市做出这样的举动 会面临网友什么样的怒火 爱国是个好词 不应该沦润为反制丑形的遮羞部 无耻嘴脸的护身符 我们从小就接受过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教育 其实除了对于一个中国 除了地理上的理解 还应该有更高阶的含义 每个人都应该视自己为 与祖国血脉相连的一分子 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可能摆脱活生生具体的人而存在 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 都和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有关 懂得不要到处丢中国人的脸 这就是爱国